The smallest full performance desktop in the world It's called the ThinkCenter Nano 打开来验一下货吧 这还有配件啊 有电源线 有DC电源 是不是搞多了 看看盒子 写了R5加8G 不是没电源吗 看来是赚到了一个电源 还赚到了一个原装电线 看看小主机 品相很新嘛 正面贴了一个 不知道是啥 是个刮钩吗 电源线 外置WiFi天线 这DC电源20伏3.25安 一共65瓦功率 这上面写的是非卖品 难道是展示样机 或者演示机 其实我自己是有一个 方口带针的原装Lenovo DC电源 还是90瓦的 所以才去买不带电源的准系统 这个外观蛮漂亮的 是我见过最好看的小盒子 这东西如果要敲落下来 不知道会不会损坏上盖表面 算了 还是保留它吧 生个Center品牌 i字母上面那一点 是一颗LED灯 上电后会被点亮的 Lenovo的标志 RideZen 5 Pro贴纸 取下这款红色的螺丝 就能打开后盖 型号和产地 还有序列号 可惜这序列号 没有查到详细信息 应该是非零售机吧 我们来看看前面版 电源开关键 USB 3.2晶2C口 10Gbps USB 2.0接口 USB 3.2晶2A口 10Gbps 耳麦口 后面版方口带针电源接口 DP接口 USB 3.2晶2A口 10Gbps 能够PD电源输入 和DP显示信号输出 一线通的 全功能Type-C接口 哇 5年前的设备了 就已经能做到这个 可以用键盘开机的 USB 2.0接口 千兆网络接口 外置WiFi天线底座 底部和两侧都有通风口 顶盖可以掰开 你一定想不到 打开这个顶盖有什么用 原来是可以把它塞进 一个一升的盒子里 变身成一个一升的小主机 再装到显示器背后 成为一个一体机 这是不是有点花蛇添足啊 翻过来 卸下红色螺丝 只需要轻轻往外推后盖 就轻松打开了 后盖上有金属薄片 用来加强强度 还可以加速散热 RG的双通道DDR4 2400MHz为程 是板载的 小主机只有一个风扇 M.2 PCIe 3.0X4的NVM接口 同时支持R242和R280 M.2 PCIe 3.0X2或者M.2 SATA的接口 也是同时支持R242和R280 Intel SI9260的WiFi5无线网卡 SSD确实已经被取走了 所以只能把自己的SSD又加上去 大家好 我是老白 今天我们来测试一台 装置Ryzen 5 3500U的 五年前 我很喜欢的漂亮小主机 Nelobo M75N Lalo SyncCenter Lalo 这就是当年最小的 全功能商业台式机 179×88×22 不到0.353 装置Ryzen Pro CPU 五年前这台小主机 二手都要卖到300美元以上 现在白菜价了 不到700元人民币了 Nelobo SyncCenter Lalo小主机 有好几个版本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有标准版和无风扇版 两个外形 还有装置AMD或者Intel CPU的 不同型号的分别 M75N系列装置的是AMD移动低压CPU M90N系列装置的是Intel低压移动CPU 我们来分别看一下 这是M75N Lalo的标准版 有散热风扇和漂亮的红色底盖 还有两个USB2.0接口 它有两个CPU配置 分别是MD Ryzen 3 Pro 3300U和Ryzen 5 Pro 3500U 核显分别是Vega 6和Vega 8 这是M75N IoT无风扇版 它多了两个专业串口 少了一个USB2.0接口 它只有一个配置 Asron Server 3050E 这颗CPU相当于Intel的赛扬 M90N-1 Lalo标准版 4个USB A口都是USB3.2进2 从i3 8145U到i7 8665U 有4个CPU型号 不过只有i7是配置了最大16G内存的 M90N-1 IoT无风扇版本 大部分配置了双版在有线网卡 也有两个串口 它有5个CPU配置 前两个是赛扬 还有i3 8145U和8145U1和i5 8365U 后来这个无风扇版本 经过了一次小小的升级 改名为升格AGE SE30 顶盖和底部的散热鳍片更大了 后置Type-C接口变成了雷电式接口 其中一个网口是2.5G的 它也有四个配置 都是11代Intel CPU 一个赛扬 三个酷睿 不管是Lalo标准版 还是IoT无风扇版本 当年都是我眼中的小主机颜值担当 直到此时此刻 我也不觉得有超越它们的同类机器 现在只需要花五六百元人民币 就可以买到它们带内存的准系统 我自己认为那是相当的划算了 这两类小机器里 大家是喜欢带风扇的Lalo标准版呢 还是喜欢IoT无风扇版本 Nerovo Syncenter M75N小主机 它装置了MD Redon 5 3500U CPU 四核八线程 Radeon Vega 8核显 板载双DDR4 2400MHz内存 双M.2 PCIe 3.0X4和X2的NVMe接口 双屏显示输出 千兆网卡加WiFi 5 BIOS里可以显示中文 我们能看到已安装8GB的DDR4 2400MHz内存 CPU配置里可以设置虚拟化的选择 这里可以设置来电自起 智能散热这里还可以选择性能释放 最佳性能是2分钟25W 然后掉到15W 最佳体验是2分钟15W 然后掉到10W 全速就是风扇一直开最大 25W 我们这次测试的使用是最佳性能模式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AIDA64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一开始25W 2分钟后下滑到15W 并一直保持 整机功耗最后在24W左右 CPU平均有效频率2.8GHz 我们一不小心 一直单烤了5小时45分钟 CPU功耗保持在15W 时温20度的情况下 CPU温度最高77度 SSD温度最高40度 这散热不错的 CPU-Z多线程 2056.6 单线程400.8 超过了所有英特尔N200和N100 GagBench V多核3029 单核901 也超过了所有的N200和N100 GagBench VI多核3199 单核1086 仍然超过绝大部分N100 比N200和少数N100要差一点点 CPU-Z多核3365 单核917 超过了所有英特尔低功耗 N200、N100、N150 PASMAG多线程 8124 单线程 2196 超过8000分了 算是非常不错的成绩 综合上面的比较 SENG CENTER M75N Ryzen 5 Pro 3500U 多核成绩 超过了英特尔低功耗 N200、N150和N100 考虑到它0.35升的超小体积 就算是不错的成绩 接着看娱乐大师 总分437593 CPU得分214854 我们还给Pro 3500U 运行了OpenW测试 AES 383980 XX20 288876 Chromark 1330745 Chromark比N100系列 大概高30% 超过了8259U 都到这儿了 点个关注不过分吧 谢谢啊 我们也测试了英雄联盟 1080P中化制 最后大团战 平均只有40帧 一般 DP和Type-C接口 输出DP信号 最高支持4K95Hz 10位RGB显示信号 接着我们看 Radeon Vega 8核显的 视频解码 它最高能印解 本地4K60帧VP9视频 Youtube 4K60帧VP9视频 流畅播放 加装的NVM SSD测试 2900兆病每秒 算一般的PCIe 3.0X4的SSD的速度 Wi-Fi测试 Intel SA91260Wi-Fi5无线网卡 接近500兆BPS 算是我的 无线网络环境中 一般的水平 但又是Wi-Fi5 表现最好的水平 千兆网卡 我们使用Apple 3 测试了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上传下载 都接近950兆BPS 跑满了带宽 这台 深刻Center M75N 拉楼小主机 装置了Radeon 5 3500U CPU 25W到15W的性能释放 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 整机功耗没有超过45W 待机最高功耗才7.9W 按这个结果 65W的小电源能轻松搞定 室温20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43度 SSD待机温度37度 CPU测试满载的招生 接近50分贝 输回在耳边 40分贝 算按进吧 这个漂亮小主机 可以和我输出90WPD电源的 LG显示器的Type-C接口 一线通 Nelovo生个Center小主机 25W到15W的功耗释放 考虑到它的体积 性能争算相当不错 超过了以前我们测试的N200 N150 还有N100小主机 散热精英也非常优秀 单烤FPU最高温度77度 满载测试只有40分贝 机身小巧 有全功能Type-C接口 可以PD输入和TP显示信号 一线通 设计非常好看 做工精致又凉 缺点吗 主要问题是 二手时间久远 而且又几乎不在国内销售 我手头这台 不能在Lelovo 美国或者香港网站上 查到保修详情 看来应该是展示或者掩饰用机 但品项还是相对不错的 这些超级小的商业台式机 我认为大家最好不要买任何4G内层的版本 不管是标准版还是IoT无风扇版本 只推荐买8G内层的Ren 5或者i3 i5的版本 i7版本通常上千元 太贵了 这种小主机上千真不值得 五六百元是我自己的心理价位 总结一下 SengCenter M75N 出厂25W到15W的性能释放 性能确实不错 超过了N200和N100 散热和晶莹非常优秀 接口方面也不错 五年前 人家就配置了全功能Type-C接口 能做到PD和DP一线通 它不到0.35升的体积 是一台极小的优秀的掌中宝 口袋迷离PC 我自己是买来收藏使用了 对它 我们给出推荐的评价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欢迎大家点个关注 谢谢朋友们的观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